歡迎回到第89集 只要有電影的第二節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按鈴鐺 另外就是留言 分享和讚好 也希望可以追蹤我們在Facebook的專頁 包括我自己個人的專頁 還有主要有電影的專頁 因為我經常會在Facebook上 補充很多額外的資料 有時會更正一些我講錯的東西 亦可以更自由地和大家交流 回到採源的喜劇電影 真的挺有趣 採源自從五六年加入電影界 差不多到六四年 《大丈夫夫日記》 這八年裏 真的只有一部戲參與過一部戲劇 而且這部戲是其中一個合編的編劇之一 這部戲是《竹間記》 是誤會導演的 合編的就是《程剛》 我記憶之中我可能未看過這部戲 但是我翻查資料的時候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部戲 原來是用電影編劇做主角 然後中間牽涉到的 就是男主角謝賢 都是一個人飾演兩個角色 所以這件事是否因為 他有一個自知之明 或者從來沒有很少接觸 很少嘗試 才一直沒有做 都可能是一個原因 但是他跟著兩個師傅 就是一個誤會 第一個 第二個是秦劍 其實都擅長拍喜劇 特別是秦劍 或者可以這樣說 我們試一下很簡略的 trace一下 到底喜劇片在這個 乳片的時期 特別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 他的大概發展是怎樣 當然喜劇片 其實都有很多formula 又說有很多套路 都是萬變不利其中的 乳片自然都避免不到 都是這樣的路數 最主要很容易引起喜劇的效果 就是錯磨 錯磨分很多種 很多都是關於身份上的錯磨 就是可能是兩個人 互相調轉了一個身份 簡單說 譬如黑丐王子 就是一個黑丐仔和一個王子 就是大家因為生得很像樣 就調轉了身份 就產生一連串的錯磨 一連串的誤會 當然中間裡面難免的 就是一個巧合的因素 如果沒有巧合 就做不到一個誤會 做不到後來的錯磨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一人分析兩個角色 無論是媽生或者是姐姐妹 或者是弟弟 甚至是毫無的因由 總之是生得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 又或者是名字 上高就是改一模一樣的名字 又或者是為了隱瞞某些真相 所以就是需要兌換的身份 或者兌換的名字 就是這樣 但是在這個語片裏面 特別是發展到中聯公司的電影 中聯可能有部分觀眾聽過 但是未很記得 或者未很了解 其實中聯就是五五二年的時候 有吳楚凡號召的一個電影的運動 他當時就覺得這個語片實在太粗濫烈族了 特別是很多這個歌唱片 就是有些老觀 粵劇明星這樣主演的 所以他就發起了這個中聯電影公司 就組織了二十一個台前幕後主要都是明星 還有幾個都是當時所謂的大導演 或者是比較認真創作的電影導演 就組織了這個中聯公司 一個同仁公司的名義 就是大家都不拿薪酬的 大家都在拍攝後有錢賺了 才分錢的一個方式 就務集資金 以及都很崇尚這個集體創作的風氣 基本上每一部戲都是大家聊出來 然後劇本都是經過大家的很嚴謹的推敲 審批 完成了才進行這個拍攝 總共中聯公司 由五十二年開始 去到六十年代 接近這個中期 其實是拍了四十幾部戲 幾乎步步都是製作相當優良 一開始就拍一些很嚴肅的戲 改編至五四時代的新聞學電影 甚至是一些外國的名著 當然也為了迎合商業的要求 都開始拍一些喜劇片 這些喜劇片都出色的 套路也是跟我剛才所說的差不多 但是就更加尖銳一些 而且因為他們很多戲都是以主題先行 以及以教育性為主 所以就加入了很多社會的元素 特別他們其實都是一個 幾受左派影響 其實中國政府也在背後 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持的公司 所以那個主題相當正確 就加入了很多諷刺性 特別是對這個社會的 有錢的階級 進行了很尖辣的一個諷刺 譬如有些戲叫做銀子萬歲 有部戲叫做錢 有部戲叫做千萬人家 譬如這些戲都是 喜劇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也看到有相當針對的階級性 也所謂諷刺了一些人性的貪婪 在一個道德的價值來講 一直保持著一定的高度 那秦劍也是中聯的一份子 也是他最年輕的一個 member 那秦劍早期都很重要的 中聯都拍了好幾部 真是很好的電影 但是沒多久 也都因為他的talent 就受到這個東南亞的片商的一個青睞 這個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片商 就是來了香港 就正是拉攏他 成立了正式的公司 一間新的公司 就是進行裕片的生產 然後才發行到星馬 這間公司就是光毅公司 亦都是在巡劍之下 recruit了大量的年輕的演員 就是我們現在比較熟悉的謝賢 嘉玲 藍雄 江雪 所以後來有誤會 之後坐完就跟了這個秦劍 最初是做副導演 編劇 在幾部戲裏面 其實秦劍都差不多交了幾大部份導演的工作 是比賽員 不過他出的名字 依然都是副導演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秦劍真的比較擅長是拍戲劇片的 雖然他開頭不是那麼多 但是去了光毅之後 亦都因為年輕的演員 再做不到一些 所謂新聞學的 或者時代也都是那個要求 不可以再講一些所謂反封建 這些題材 香港進入了六十年代之後 亦都是經濟是慢慢的穩定 而年輕的一代的成長 慢慢的開始 就產生了 就是那個家庭制度的變化 特別是年輕人獨立 自由戀愛 然後去到結婚之後 就因為經濟環境和職業的改善 就開始自己有獨立的家庭 所以在秦劍的作品的里程上 我們看到 他就開始順應著這個變化 就開始拍了很多愛情的戲劇 由愛情的戲劇慢慢就轉成為 都是早期的一些小夫妻式的戲劇 例如一些名字 例如《追妻記》 例如《歡喜冤家》 這些戲劇從片名來看到 內容和風格 另外他還有一部很成功的戲 也是後來在港產片時期 都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 甚至電視也起碼用了名字 去重拍的 就叫做《南興南帝》 這部戲就是謝賢和胡峰 飾演這對所謂的《南興南帝》 可以說是一個 所謂的《Odd Couple》式的電影 《Odd Couple》 所以《南興南帝》也很好 其實都是兩個人走在一起 是死黨來的 但是那個性格就是 剛剛是對方的相反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同路同步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搞出了很多的笑料 《南興南帝》很受歡迎 然後裕片開始進入了彩色時期 又再重拍《七彩南興南帝》 到了港產片的《UFO》時期 陳柯新也是監製了新《南興南帝》 後來TVB也拍了《南興南帝》的電視劇 所以你可以說 《草原》其實是 《南興南帝》的喜劇電影 都是承接著這些 在加以發揮 譬如《大藏夫日記》 名字已經說得很清楚 都是關於一個小家庭的喜劇 《大藏夫日記》的廣播劇 跟電影有少許不同 在廣播劇裡面 江德遜這個人 都是一個洋行公司的職員 但是他跟太太情說心 其實應該是兒子 而且戲裡面 牽涉了一個日本女 日本女在廣播劇裡面 其實是一個假冒的日本女 就是這間洋行的 其中一個生意的夥伴 就為了想簽一份合約 就找一個女生假冒 日本人來跟她談生意 就企圖 希望這個合約可以達成協議 然後因為這個公司 也是江德遜的老闆 就對這個日本女生 就是一段出軌的戀情 但結果當然是被老婆發現 然後這個上司就把這隻死貓 握了給男主角江德遜 這類似劇情 其實我覺得都不新鮮 又或者其實都可能是受什麼影響 就是受這個當時 荷里活一部很出名的一部喜劇片 就是Billy Wilder的The Apartment 就是《桃色公寓》一部電影的影響 去到電影 第一集其實就沒有了這個兒子 然後江德遜和他老婆 戲裏沒有完全交代 但應該都是一對新婚了兩三年的一對小夫妻 比較集中其實就是講他們公司裏面 所謂我第一節裏面提及過的這個四劍俠 四劍俠裏面 就除了江德遜 除了張英才這個角色之外 另外有兩個是黃龍五 有一個又是二婚 二婚那個叫做軟地龍 就是漁名飾演 就是一個很怕老婆很怕老婆 只要聽到老婆一聲 就整個人震了的一個角色 無日明 即是林彬飾演這個無日明 就是一個光棍 就差不多是一個宅男 即是今日的說法就是 即是一直都想追女 但一直都追不到 因為他很害羞 一見到女生 他喜歡的女生 就口都閉嘴 就即是 東西都講不到 周身無汗 那另外一個就是一個playboy 就是這個 鄭君綿的一個角色 就叫周麒麟 名字都講到 即是周身都 手上很多女朋友 但比較長期交往的 其實就是一個老虎那 一個相當 枝渣 相當殘雞 相當惡的一個 一個女生 就是李向琴飾演 Anyway 都是環繞著她們的愛情 環繞著她們的婚姻生活 就是這樣去展開 亦都加插上 即是她們的上司 和這個日本妹 但這個日本妹 相反 上司很主動想去 因為上司 經常都追求她們的秘書 就想換口味 就很想主動去找一個日本妹 藉口就是要和日本人做生意 就去找一個日本妹回來 做她的秘書 結果 就陰差陽錯下 她們就找了一個 都是假冒的一個女生 即是她本身為了出來找食 就假冒自己 是一個日本人 與此同時 就這一幫這樣的太太團 由這個 江德遜的老婆 和幾個 這幾個朋友的太太 再加上其他太太團 就很喜歡插花 都想找一個日本人 去教她們插花 所以兩條線 就連在一起 就搞出了重重的誤會 這就是《大藏夫日》的電影版的一個故事 你可以說她基本上是完全脫離了 就是《中聯公司》 或者是五十年代那種 帶有些諷刺性 社會性 寫實性 一些這樣的套路 基本上是一個所謂的 《 situation comedy》 一個處境戲劇 但她有沒有反映到一些社會的東西 其實是有的 其中一件事我覺得都幾清晰的 就是那個小資產階級 或者中產階級 新中產階級的興起 當然就是首先 雖然他們是洋行的職員 但是其實特別是男主角 就是張英才和丁瑩的家 其實你看她家居的佈置 基本上 我都覺得有少少脫離 就是照計 因為丁瑩沒有工作 照計以張英才一個職員的收入 應該就沒有什麼理由可以 發展到一個這樣的家居的環境 就是很寬敞 有廳 有睡房 有客廳 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工人 而他們的生活方式 也都看到 例如早上吃早餐 可以同時 一個吃中式 一個吃西式 然後他們上班 張英才騎著一架小綿羊 所謂小綿羊 都是電單車 但是那個比較安全 還有速度也是比較慢 當時我們稱它為小綿羊的電單車 都是老公車了一個 戲裏面有交代一下 丁瑩也有工作 但是後來發展下去 感覺到好像沒什麼工作 都是車了丁瑩回公司 然後他自己才上班 就是這樣 另外一件事都很有趣 就是戲裏面 經常都出現一個道具 就是電話 這個電話的模式 其實在我愛子羅蘭裏面 都有同時出現 但是我愛子羅蘭是厚過 這個《大丈夫日記》 我這次翻看的時候才留意到的 因為一般的50年代 或60年代初期的電話 就是四平八穩的那一種 以及比較重的 甚至有個話筒 那樣 就是有些線條 那樣 我都選了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50年代 60年代初期的電話 但是去到這個 六四年的《大丈夫日記》 我們又留意到 電話 就開始 那個設計 出現了不同的形式 就所謂的流線型的電話 電話裡面就是直線型的 然後線條 就中間 就是手握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 然後電話桶 就是聽筒 就設計在頂部 那個撥盤 那個打電話的撥盤 就設定在底部 如果你打電話 就要拿起 就在底部這樣攪拌 然後一放下 就已經收了線 例如像這些 比較摩登形式的設計 就可以在電影裡看到 又或者是小綿養 作為一些小夫妻 或者是一些小情侶的 拍拖的工具 交通的工具 也可以看到 另外就是 他隔離屋 就住了一對比較年紀大的夫婦 就是高老全和麻小英做的 就是一個叫做八婆 一個叫做八公 其實就是因為高老全這個角色 就叫做潘露伯 所以就是八婆八公 他們就是一對比較迷信 就是傳統守舊一些的夫妻 就是因為喜歡賭馬 就搞出了一些笑料 賭馬這個情節 就在《大丈夫婦》的記錄裡面 就首先出現 然後去到胡圖太太 就直接以賭馬為題材 這些都是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時代的轉變 坐緣也是怎樣去追上這個時代的轉變 反映到整個社會的人口的結構 又或者是家庭的改構 而在電影是用喜劇的形式呈現出來 至於《大丈夫婦日記》或者《大丈夫婦日記》 或者《大丈夫婦日記》逐集 和其他幾部喜劇片 我們留在下一集再講 《大丈夫婦日記》 《大丈夫婦日記》